各位同學,歡迎大家回到吳老師的音樂堂 今個星期我們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中國戲樂的歷史 我們之前小學期有探討過西樂 今次來到中樂,老師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中樂大家對他的認識不太高 但其實原來他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 據考古發現中國的音樂可以追上去到九千多年前 以前可能會包括用禮樂制度去確保中樂的這部分 可能大家讀中史也有探討過不同朝代的禮樂制度 但中國在近幾千年來都可能不斷受到不同西方音樂的影響 尤其是在唐朝或者明朝甚至有西方的絲綢之路 或者正和下西洋會有不同的文化交流 中樂也吸收到很多外來的因素而不斷地發展下去 這個時候老師就分享今堂的PowerPoint給大家看 我們在這個課程中會探討五大類 分別第一,有中國傳統的音樂種類和範圍 第二,有中國傳統劇樂的歷史發展 第三,有不同的樂器介紹 第四,有合奏樂 包括有弦樂、施足樂、管吹樂、吹彈樂 第五,我們有中樂的樂理 我們去到中國的傳統音樂種類和發展 大家在這個表面上就會看到 有一、二、三、四、五大類的 有五個三個人 分別是說什麼呢? 左上角就是關於戲樂 戲樂很簡單和聲樂一樣 都會有包含獨奏的音樂 例如一個獨奏者站在前面 後面可能有一、兩個人 包括叛奏 甚至可能我首歌是沒有叛奏的 一個人在獨奏 包括有公然的獨奏樂 彈撥獨奏樂、吹冠獨奏樂 甚至打擊的獨奏樂 而合奏樂方面 有言索樂、施足樂、吹管樂、管吹樂、吹打樂 而左邊 去到戲劇方面 可能同學就會想起 戲劇是否關於粵劇方面 其實也是 因為 例如我們香港的六一輩 可能現在都會有很多不少的 爺爺麻麻公公婆婆 會去戲院 戲劇中心的錄劇 粵劇就是我們中國傳統音樂戲劇之一 我們會因應我們是廣東省 我們是粵劇 我們用我們方言做的劇目 我們會有粵劇 去到中國其他不同的城市、省份 都有其他不同的戲劇種類 包括皮王康 就是經劇 幫子康 昆康 昆康 就是昆劇 或是高康 我們劇種暫時分為四大類 去到左邊下面 就是文歌 文歌 代表文間音樂 我們分為三大類 第一是山歌 山歌就是小數民族 有不同的節慶 我們可能會有山歌 第二是小調 就是作曲家 借酒銷售 可能他寫了一些很哀怨的曲目 我們就稱呼為小調 通常小調是有一個做的某一件事 紀念做某一件事的成份 第三就是有勞動歌曲 我們中華民族都很講求團結 我們中國人以前 在做勞動的時候 通常都是集體的 我們會一起去耕田 一起去放羊 一起去種一些蔬果 收割 甚至煮飯 我們都一起 那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勞動歌曲 所以我們就會唱這些歌曲 這三大類我們就組成文歌 然後我們去到中間 你看到有個雪場 可能你會問老師 是不是現在那些rap 很流行的那些 說唱達人 rappers 那些呢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其實有少少是 但又不太是 為什麼呢 因為說唱呢 現代的rap 都是其實很講求 節奏 壓不壓韻 歌詞帶給你的意思 是否在表達某個故事 那以前中國傳統音樂的說唱呢 都有同樣 差不多這樣的成份 那麼呢 主要就是演唱的過程中 聚述某些故事情節 例如說唱可能是講 一些比較神話故事的 那可能有些 或者有些 可能講不同的朝代 以前歷史上皇帝 一些非政治寫下的故事 那可能我們會透過說唱日 就是那個storyteller 去傳送這些故事 轉達給不同人聽 那就會遠遠流長的傳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聽到這些故事 都是用這樣的方法的 那麼我們的說唱呢 在中國傳統音樂呢 就分為八大類的 就包括有鼓詞 琴書 彈詞 余鼓 牌子曲 集鼓唱 集曲 和版詠 那麼有機會呢 我們都可以略格介紹一下這個說唱給大家聽 到最後啦 那就是有物歌舞蹈 那麼呢 我們可能同學都會聽過中國舞啦 中國舞經常都配些什麼 現在中國傳統的音樂啦 所以中國傳統音樂呢 在文歌舞蹈這方面呢 都缺一不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我們風格呢 就有很多啦 正所謂我們有五十六個民族 包括我們主要的漢族 例如少數民族就包括有大族啊 例如苗族啊 藏族啊 甚至蒙古族啊 朝鮮族等等 我們就有不同的舞蹈啦 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舞蹈的嘛 那所產生的就是不同的文歌舞蹈的音樂 就包括最流行的有 央歌啦 邀古啦 跑刊雪 花燈 甚至彩察的 那講起彩察呢 老師就有一個故事相同 跟大家分享 就是話說老師呢 以前呢 就有一年 校正音樂節呢 合唱團就唱過 彩察這首歌的 雖然你會說合唱團這個方式 啊 是不是很西方呢 那又不是 其實我們呢 在合唱團那首歌裡面呢 都用人聲去表達很多不同的 中國傳統音樂樂器 例如我們會用人聲去描仿一些 胡琴類的樂器啊 甚至笛類啊 詩竹類的樂器 那有機會呢 老師都分享一下這首彩察合唱團的版本 給大家聽 欣賞一下原來 中國傳統音樂在另一個不同的 種類類合唱團演變出來的音樂 都可以好好聽的 就不限種類的 好了 我們就落到中國傳統器樂歷史的發展了 那呢 我們就有樂器的分類法啦 那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我們已經有不同的中國民族樂器了 就常用包括古、盆、中、算、律等等 那在雙周時期 大家應該有讀過中史啦 那我們在雙周時期 就已經有 中樂已經分成八類的分類法 那我們就統稱為 那你們聽下去就有點像日月金木水火土的 對啦 我們就用了它那個樂器做出來的性質去做一個分別類 那我們就統稱那個樂器叫什麼類別的 那金就是中類的樂器啦 就是偏中 就是一個個小時會敲打它 那而石類就是一些盆類的樂器 包括偏盆那些 那就會是用石去做的 那而我們選呢 就是土類的樂器來的 就是我們可能用泥土啊 土類去做一個樂器出來演奏的 多數都是用吹的模式啦 那木製女的樂器啦 就是大演的樂器 包括舞琴啊 例如舞爭啊 琵琶啊 都是一些大演的樂器 有一條一條演線在那裡 那呢 竹類的樂器啦 就是竹笛 就是吹的那些啦 例如燒啊 笛啊 管 而琶類的樂器 就是生女啦 那現代我們就會有公音聲 中音聲 低音聲 甚至劍半生靈 還有我們會有葫蘆斯的 就像一個葫蘆的形狀 但是呢 它就上面有開了幾個洞 那你可以在那裡吹啦 那跟著呢 就在葫蘆的頂上吹下去 那它有格類的樂器啦 因為 為什麼是格類 是鼓類的樂器呢 因為鼓上面會鋪一塊皮革在上面 以皮革的震動去發出鼓的聲音 那我們就稱為格的樂器 那現在呢 現時呢 我們中樂的分類法呢 就比較簡單了 就不再為八音了 我們就變回四大類 就比較像西岸 就是有彈缽類啦 就例如 都是弦線來的 那就是 可能是一些古增啊 用指甲 戴一些假甲去彈 甚至是紐琴啊 軟啊 中軟啊 大軟小軟 那我可能有一個 一個彈缽的 我們就像吉他的Pick一樣 我們會彈下去 吹管的樂器 都說過了 包括了 左邊的竹類和跑類樂器 就是燒啊 笛啊 管啊 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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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爺壺都會用的 那打擊類的樂器 包括 中類啊 偏中啊 石類啊 還有 鴿類的樂器 那就叫打擊樂 就像西方的敲擊樂 那去到 我們會選擇一下獨奏音樂 那以前呢 就很早的時期呢 戲樂是跟 詩啊 歌啊 母一起表演的 那呢 以前呢 就很久很久以前呢 就通常 音樂都是幫這些詩啊 歌母去叛奏啦 就沒有什麼獨立的樂器 出現的 那時候就不會有些獨奏者 有些表演的 去到 周 那開始呢 在一些大型歌舞的節目裡面呢 就會有一段一段的獨立的樂器 可能會做一些獨奏表演 就是用來稱呼為 獨奏啦 那可能 一大班歌舞者中間 可能會有一兩個 樂奏 樂手 會可能獨奏 那有宋代之後呢 戲樂的獨奏呢 就不斷發展了 很多不同的人呢 就會寫一些古琴的譜啊 琵琶音樂的譜啊 通常 主要都是這兩種樂器 多獨奏的音樂 在那個時代 那 宋代的古琴音樂呢 就分為不同的派別 有不同的演奏風格 那 有這兩個派別 在古琴方面 那 而琵琶音樂呢 都在宋代之後呢 就出現了很多 很著名的歌曲 包括你可能會聽過的十年埋伏啊 噔噔噔噔噔噔的歌啊 甚至一些海青拿天鵝啊 那 所以 又不同不同的演奏家啦 在近代演奏家 又將琵琶的演奏藝術 帶到一個新的功夫 那 去到合奏樂了 那 以前呢 合奏呢 通常是 一些鐘鼓樂隊才會有 我們剛才所說的 編鐘啊 或者可能一個個鐘 它會掛在那裏 遲些會給大家看過照片 它會掛在那裏 然後呢 大家就拿一個取向下個鐘 那就是鐘隊 可能有一個 或者有不同的大型 大的花 大小花鼓啊 排鼓 那可能就會組成一隊樂隊 那先祥人時期呢 那先祥人時期呢 就通常是這些的樂器 會有合奏樂的 那我們在1978年呢 就在湖北發掘了一套 戰國時期 珍候月務裏呢 就有一套編鐘 就有六十四件的 那在以前香港歷史博物館 都曾經展出過的 那老師都有去看過 那那個規模都很龐大的 那是 去到漢藝至南北朝呢 那我們就多一些樂隊的合奏形式 不過呢 那時候呢 是 上和歌 就是歌唱者 他們會自己敲一個樂器 就是可能我們剛才說 雪唱那個人呢 他可能會敲一個樂器 有點像什麼薩巴蘭 都像Rap 但是你會敲過 例如木魚啊 那個債的那些 你會敲過 敲擊類的樂器 那這些樂器 通常我們會叫節 有其他樂器 私中樂器 就是拉琴的樂器 吹哲樂樂器 那後來呢 我們就會發展多很多一些獨立的戲樂樂段 那通常呢 我們就會 可能在唱歌跳舞之前 我們會有四至八段一些戲樂曲的 那後來呢 就會發展成為大曲 那在宋代呢 我們不同的民間樂器集合而成呢 都令了很多合奏樂器 音樂會產生出來 那就 現成了我們現代有個合奏樂隊的形式出現 包括大型的民族樂隊 包括中樂團 那這些樂隊呢 都由我們香港中樂團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作曲家幫他作曲 甚至是一些當代的現代作曲家 就是可能已經不是走一些 比較幾百年次的音樂 可能會走一些現代 特意為中樂團而編寫的中樂作品 那都很富有不同的民族特色的 那在講起唱歌中樂團 老師就有一條影片想分享給大家看 好了 那大家 等老師分享回這個 香港中樂團這條影片 那這條影片就講述了香港中樂團的發展史 那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 香港中樂團在1977年成立 在2001年4月1日起 由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 正式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管 公司化的目標 是要讓樂團在追求藝術理想方面 擁有更大空間 在行政方面更靈活 在社會上能夠吸納更多各界的支持和參與 回想20年前 經過一年的公司化籌委會工作之後 在宣佈樂團公司化的記者招待會上 當時康文署署長說 她的心情好像嫁女一樣 因為她將樂團的運作交給新公司 從此樂團由理事會 即是公司的董事會 帶領企業管治 為樂團設立架構 政策 大方向 培育公司文化 儀管理層就帶領全體成員 上下一心 好 去到這個位置 老師就想給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及的那個 金的樂器 即編中樂器 看到很大的 不同的 我們剛才提及過 戰國時期 我們找到那個 墳墓 掘出來的樂器 就是這麼大的 規模有64個編中 你會看到 剛才那個理事 不是說 他們會 敲的 其實就是拿著這個 小小的 敲的 敲的 不外的編中 就好像我們西樂的 Grogan Spell 可能會有 大排東西 然後有不同的鐘 會拿著 去敲它 就是這樣 向前邁進 二十年來 樂團以多方位研究 和發展中國音樂藝術 當中的項目包括 精彩多元的音樂節目 讓觀眾享受 創辦多個戲樂節 低造《歷史世界紀錄》 樂團上下齊心 兼顧著推廣和發展中樂的任務 取得了被肯定的成績 樂團將繼續追求卓越藝術的表現 以多元化的演出和教育活動回歸市民 好 好了 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回去 我們的PowerPoint 老師就讓你們看到中樂團的簡介是怎樣 接下來了 接下來了 我們在第二部分完結之前 我們還有這個戲樂發展要說下去 我們剛才說到宋代會有合奏音樂 我們原來唐代以前 中樂國發展所用的樂器 大多數是彈弦的樂器 吹鼓樂器 打敲樂器 打擊樂器 重大地改變了中國民眾樂器的結構 你會看到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提及的中樂樂器 都是二壺 壺琴類的樂器 或者在中樂團剛才的影片 你會看到很多人是拉二壺、拉琴的 所以拉圓樂器 有表白到其他樂器做不到的效果 所以是無法取代的 到了元明時期 我們就會有 可能會有不同的經商之下 我們就會有波斯的帶 就傳入了楊琴和索納 索納 索納 可能大家會在一些 紅白二次會聽過的那些 叫D打 我們統稱它為索納 那這些就會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特別的樂器 就包括有四壺、板舞、雲 所以這些我們現在還會用的樂器 像是二十世紀 那我們因為受到西方的交響樂隊影響 就是Orchestra 那我們中樂團的排列都很基於西方的Orchestra的審美標準 但是呢 就發現到其實中樂樂器那個音域都比較狹窄 就做不到一些很大、很高音或者很低音的音色 那我們就透過我們近代的工業革命 就可以將這些樂器做一些創新的改革工作 例如將樂器放大 那我們就會由二壺就變成有隔壺 可能近代我們都比較少在中樂團看到大提琴 因為我們有隔壺的出現 那我們就不需要用西方的樂器 或者有大院、生都是把這些樂器改造了 那我們甚至參考了工藝的發展 我們改變了樂器的音色 例如我們的製造樂器方面 我們的用料 或者我們的設計管道 都可以務求達到一些更理想的音效出來 最後呢 我們可能會在一些吹觀的樂器上加一些按鈕 可能extension fingerings 如果我學過西樂的朋友都可能會了解到 或者在原來的樂器就加一些調音的裝置 就方便這些樂器的演奏 我們可以令到這些樂器有更加寬廣的表現力 那我們下一堂就會繼續講下去了 那今集就這樣 我們下一堂再見 拜拜